我们在这里吃的菜 都是自己从园子里采摘的 晚上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 早上可以被鸟儿吵醒 出门前后 左右的邻居和正上店铺的老板 都会跟我问候 我觉得崇明是个可以真正享受 大自然的地方 我叫蔡徽斌 我来自台湾 在台湾从出生到成长到工作 都是在台北城市生活 所以虽然我在台湾岛上 可是很少感觉到说 我是在一个岛屿上 那直到08年来到崇明 然后才开始觉得 有岛上生活的感觉 那年冬天下雪 对 我们还真的暖手 然后在旁边还喝 放个威士忌在旁边喝 呵呵 08年 那时候还没有长江大桥 我们是坐的百渡 然后那个有点乘风破浪 过来到这块土地上 当时无非就是希望有一个自然的地方 可以接触大自然 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分掌的 但上海本身它这个城市 它就是多文化的 它有一些沉淀跟积累 包含我们的同事 都是附近的邻居 然后这些邻居呢 就很自然地就开始融入我们这个整个开心农场里面 我们来崇明之后开始有感觉到大自然 它需要阳光空气水 所以我们尽量不破坏自然 符合整个崇明岛的一个生态的理念 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布局 基本上会跟着阳光走 来上海这边也快将近20年了 所以慢慢我发现其实你的设计生活 跟你生活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上海是一个融合的地方 那我来到崇明了 我必须融入崇明 所以我要结合上海跟崇明的一个环境生态 然后去打造一个适合这里的 而不是搬一个东西来到崇明 问我说是否有融入这里 真的是一草一木一转一瓦 是有感情的 所以我觉得在崇明生活 这里就像我的家一样 我在这里生活的时间 远比我在自己台北的家乡还长得多 乡村振兴这件事情 以读者的角度看 可能会觉得有距离感 然后来到这里之后 我觉得是从生活上 我慢慢可以体会到这几个字的实际上的一个意义 然后开始就觉得说 乡村振兴是跟人跟事有关系 交通更方便 街道也变得更准齐 公共设施也变得更好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附近开始民宿变多了 有年轻人慢慢地回来了 而且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个就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意义 大概在2022年的春节 我们的民宿二期将要落成 它的名字叫东里 营造的是采菊东里下 悠然建南山的意境 接下来我们还有个三期的规划 我们希望给来到这里的人 一个家的感觉 同时我也把丛民当成了我自己的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